急骨神经医学 带你一同认识急医的世界 台湾人不可不知的健康保健潮流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脊椎健康 身体无恙 急骨神经医学的治疗理念 是将人体视为一个 完整和谐的系统 以不仰赖药物 或是手术的方式 来减轻患者的不是 1895年 由急骨神经支付 迪迪卡玛医师开创 现今已在美国迅速发展 并扩展至各地 于欧美国家 已是一个独立医疗体系 至今已发展百余年 是西方国家 先进医学第三大医疗体系之一 从事此专业的人员 称为急医或急骨神经医学国士 100多年来 急骨神经科蓬勃发展 并在世界各地盛行 成为许多人健康保健的首选 急骨神经 学理主张神经系统是 管理及支配其他生理系统的主要中心 因此维持神经系统 正常运作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脊椎骨 是支撑及保护神经系统的主要结构 因此当脊椎的关节错位 便会直接或间接干扰神经传导 并进而影响骨骼 肌肉 院带 血管等组织 而造成病痛 人体的脊椎 就好比高速公路的结构一般 负责维持神经讯息的传递 这个图可以明白表示 健康的脊椎和错位的脊椎 有哪些地方不同 急骨神经医学 医情学术理论 研究脊椎关节错位 所会造成的身体功能失调 所引起的不适 而进一步累积而成疾病 其研究主要以关节错位的原因 形态及所会影响的相关组织 多半于骨骼 肌肉 关节 神经有关 急骨神经医学的治疗 以非侵入室的温和手法为主 最具代表性的是经过科学研究 以及人体工学 极力学位基础的 徒手脊椎关节矫正技术 主要目的是让失调的脊椎关节 恢复正常的活动功能 移除神经干扰 使神经系统正常运作 治疗方法也非常多元 急骨神经医学 秉持着 人体有自治自愈的功能 即寻求平衡的能力 而神经系统于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到底几股神经医学 分物理治疗 整骨师 推拿 有些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继继继继续看下去 几堂课 便可取得资格 其一的理论 治疗 手法都是 经过百年的发展和研究所建立 有一套严谨的评估流程和科学理论支持 反观传统整骨师 方间各学派讲师流传的手法派系众多 有些人缺乏评估或严谨的科学实证与理论支持 安全性与效果相对存有疑虑 由几股神经医学 理论基础与切入的治疗思维 处理的想法和手段 与整骨师截然不同 不应相提并论或画上等号 那为什么几股神经医学 在台湾却不常见 或者被媒体报道成 密医 我想 原因应该是出在台湾的法律 我们来看看 2004年 有一篇关于几股神经医师的报道 一名自加州洛杉矶 几股神经医学博士毕业的陈姓医师 学成后选择归国在台湾服务 却因被当时国内新闻 评传坊兼传统整疾导致不遮意外或 瘫痪的关系所影响 2003年卫生署将整疾纳入医疗行为 规定只有中西医 物理治疗师等可执行 由于法律并未将疾纳入其中 因此陈姓是在台湾一系间变成迷一了 通通告诉你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知名艺人钟杰伦等 也都是找他调整的 根据报告93因骨科问题开刀的病患 其实都不必开刀 能借着疾医的专业矫正 热服 复健运动等就能有效改善 推动几股神经学症造化 或许还有一段长远的路要走 不过在2004年5月19日 卫生署通过成立 台湾凯罗健康学会已经是一项指标 学会成员都拥有国外几股神经专科执照 我相信虽然改革是一项漫长的路 不过已经有了开端 陈医是建议台湾 能比照美国 成立一套几股神经医学的训练 考照制度 让整集也能证照专业化 咦 不对不对 这是一篇很久很久以前的报道了 那现在呢 经过了十几年 即使台湾凯罗健康协会 在立法上做出许多努力 因为种种的原因 台湾的法律对疾疑的制度依旧没有改变 那在台湾要如何寻找 有国外学历认证的几股神经博士呢 上网搜寻 台湾凯罗健康协会 就能找到经由协会认证的疾疑资讯 或上协会脸书粉专 或是扫扫条码 就可以询问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